那么在同列强的交涉构成当中 张之洞对德国抱有很大的幻想 那么张之洞认为 这次德国是八国联军的首领 那么他说这个话 主要是根据什么 是因为德国公使 驻华公使克林德 在伊克特运动当中被杀掉了 那么这样的话 西方列强在道义上比较同情德国 那么就同意由德国的元帅瓦德西 做了八国联军的统帅 那么张之洞认为 只要德国同意减少中国对外培馆的总数 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各国封存 其他国家就会跟着德国来降低 这个培馆数量 那么因此张之洞就要求清政府 加强对德国政府 对德国驻华使馆的这种外交工作 那么把这个赔款数字架下来 那么这是张之洞 那么刘坤一 他把他自己的交涉的重点 那么转向了美国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就是美国政府曾经有个表示 就是中国对外赔款的总数呢 只不过最高 只能达到呢 三万一千万两 他说既然美国做出了这么一种表示 说对外赔款的总数 三万一千万两就可以了 就是中国的赔款的最高的数字 因此他就建议清政府 应该加强对于美国公使的这种工作 那么向美国政府游说 请美国政府向列强进行协商 减少赔款总数 那么这是张之洞啊 对美国方面 是吧 那么抱有很大的幻想 那么正是在这么一个认识基础之上 那么清廷上下呢 他就不会是吧 放弃同列强的这种外交的搓谋 那么清政府的军机处 在5月3号 给义和大臣义匡和李鸿章的这个电纸当中 一个通过电报啊 发的一个预纸 还有一个电信 那么在这个电纸和电信当中 那么军机处就提出来 说中国对外赔款4亿5千万两 分30年来瘫还 说这个呢 是数据七破 赔款的数量太大 时间太短 说这样呢 清政府啊 筹这个笔款项啊 很难办 很难筹到这笔款项 那么就要求义和大臣 向各使极力搓谋 就是要求义匡和李鸿章 向各国家驻华公使呢 来进行这个商讨 商讨什么呢 总期减少银数 宽展年限 就是希望 降低赔款的数量 把这个赔款的时间呢 要延长 宽展年限 那么清政府 给这个义和大臣 义荒和李鸿章的 他的交涉任务 那么或者说 清政府 他的一个基本的目标 就是继续从各国公使 那么进行谈判 把这个赔款的数量 把它减下来 减到多少呢 就是减到美国政府 同意的三亿五千 三万一千万两 就是三点一个亿 那么同时呢 还要从列强来协商 希望列强呢 不要向中国索要献淫 那么就此而言 是吧 那么清政府的这种努力 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是吧 那么列强的很难同意 那么但是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 什么问题来呢 就是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上下 那么他们希望 通过这种外交谈判 减少中国对外赔款的总数 那么他们这种主观的愿望 主观的努力 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的 这个清政府官员呢 从列强外交戳谋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降低 这个赔款的总数 那么清政府外交官员 从列强戳谋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降低赔款利息的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赔款利息 两江总督刘坤一 曾经幻想列强 能够免除利息 那么湖光总督张之洞 他希望把这个利息 能够降为两厘 他认为这样比较好 那么但是列强 他们要求什么呢 是中国对外赔款 是四亿五千万 年息呢 是四厘 这个利息呢 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因此 清政府同列强 进行外交戳谋的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如何降低 这个年息 降低利息 以及呢 赔款继续的方法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从列强进行了搓谋 那么在5月24号 张之洞 要求清政府 继续从英国的 驻华三战进行磋商 希望从英国这呢 打开一个缺口 把中国对外赔款的 这个利息呢 降为三厘三 最多呢 不要超过三厘万 不要超过三厘五 3.5个厘 那么5月26号 盛玄怀 也急忙给打电报 给这个军机处 那么盛玄怀认为 中国如果对外赔款 是四亿五千万两 年息是四厘 他说这样的话呢 中国每年 要还款是两千多万 他说这样的话呢 中国呢 是连本带利 总数呢 要在千兆以内 就是差不多十个亿 他认为这样 中国的损失太大了 那么按照 盛玄怀的这个想法 他认为啊 中国呢 先可以还这个利息 就是利息呢 按照三厘三的这个利息来还 他说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是很好的 说便宜甚至 对于中国来讲 经济上比较合算 那么但是英国 法国 德国 像这些国家 他们都说 这个利息啊 必须是四厘 已经确定的这个四厘啊 是已经减让到家 万难再减 不能够再降低利息了 那么这样这个中外呢 交涉了很长时间 这个利息问题呢 还没有能够解决 还是四厘 那么但是通过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清政府 那么同外国方面 在这个怎么样 计息方面 也是做了大量的这种争论的 做了一些外交交涉的 那么直到六月三号 易匡和李鸿章 仍然在表示 说自己将不予余力 将继续同列强 围绕着利息问题 进行竭力搓磨 得一分 是一分 是吧 就是能降低一点 就是一点 能降低一点 中国就是少损失一点 就是他们没有 还没有完全放弃这种 外交上的努力 那么清政府官员 是吧 同列强交涉的第三点 就是关于列强撤军的问题 关于列强撤军的问题 那么本来呢 清政府的义和大臣 准备同西方列强 就中国的赔款问题 同西方列强呢 不断的进行外交搓磨 是吧 来达到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目的 那么五月六号 湖光总督张之栋 那么他就告诉清政府 说这个列强呢 是规定清政府啊 必须在七月一号之前 就这个赔款问题 做出一个明确答复 那么他认为啊 从现在开始到七月一号 差不多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他就说 在这段时间之内 清政府不要轻易答应 列强的这个要求 要继续从列强呢 来进行谈判 说这个列强方面 早撤兵十天 中国呢 所能够节省的银子 不过是一两千万两 那么他就说 中国清政府方面 要继续从外国进行磋商 是吧 把这个配管总数降低下来 就说他呢 认为列强政府 列国 西方列国 那么对于中国 少要一两千万两 他认为这是一个小数目 他希望通过外交错模呢 把这个配管的数量呢 进一步的来降低 那么但是西方列强提出来 说清政府 如果过期 不答应 列强的这个要求 那么他们就要呢 增加这个 他们这个八国联金 这个驻军的费用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清政府 就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不答应 列强这个要求 那么清政府 还要另外再多追加 外国列强的这个驻军费用 那么5月24号 这是德国的驻华公使 那么就对清政府的议和代表 那么进行威胁 他们说 说只有清政府 答应了赔款总数 答应了列强提出来的 这个赔款的利息 那么外国军队呢 才能够从北京撤军 他说 现在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5月底啊 他说现在这个时候啊 天气不冷不热 正适合呢 这个各个国家撤兵 他说如果清政府 犹豫不决 不答应列强的要求 是吧 那么 很快的天气就会炎热了 在盛夏的时候 各个国家 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撤兵 是吧 那么这样这个 8国 从中国撤兵呢 那么就要延迟到 9月份 10月份 就是要到秋后了 那么这样的话 中国政府就需要 另外向8国 那么增加一些军费 军费的一些这个支出 那么德国驻华公使的 这个表示 对于清政府的代表 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么就使得这些人认为 如果清政府不答应 列强的要求 那么列强就会追加 他们的驻军费用 那么持一日 则多费百万 就是说 八国联军 从诸葛撤兵 晚撤一天 中国就要一天呢 就要多支付 一百万 一百万两白银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拖到秋天 中国就要多赔一百余兆 就是要多赔一亿两白银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对吧 那么清政府呢 就感到这个压力很大 那么到了这个五月底 那么清政府就致电 义和大臣 义匡李鸿章 告诉他们 说各国家要求赔款 四亿五千万两 年息一事四厘 说这个呢 卓济赵准 我们答应了 为什么呢 以便迅速撤兵 不撤兵的话呢 清政府还要追加 这个驻军费用 那么清政府虽然答应了 四亿五千万两 年息四厘 那么但是清政府同时 又要求义和大臣 继续从列强进行外交的一些交涉 那么交涉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财力有限 那么中国对外赔款的总数确定之后 就要延长中国赔款的年限 就是赔款的时间呢 要加强 要这个进行延长 那么就清政府 从列强这个外交戳谋 在赔款问题上 这个外交戳谋 就他的客观结果而言 是吧 那么他的成相甚微 或者说微不足道 那么但是清政府 毕竟在外交上 做了些外交努力 那么至于列强 在这个时候 那么向中国提出了 四亿五千万两的白银 这种赔款 年息五厘 是吧 那么清政府最后接受了 那么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 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是列强的贪婪本性 那么当然呢 也有清政府 在政治上的腐败无能 那么通过以上我们所讲的 我认为是这样 就是清政府接受 义和大纲十二条 主要是出于什么呢 怎么样维护他的政治统治 是出于一种政治层面的 一种考虑 而清政府最后接受了 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这种赔款总数 它是出于什么呢 是出于一种财政上的 利弊得失考虑之后 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就是列强方面 要求清政府必须要赔款 四亿五千万两 否则的话 他们不从北京撤兵 他们不撤兵 清政府就要追加驻军费用 那么这清政府 在经济层面 或者在财政层面 做出了一个权衡之后 被迫无奈的一个选择 那么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 俄国和德国 为了最大限度的 勒索中国人民的这种财富 是吧 他们在赔款问题上 极其贪婪 那么可以说呢 是节责而鱼 甚至呢 非常凶狠的 要决地三尺 那么其他的列强国家 希望呢 既能够节责而鱼 最大限度的 榨取中国人民的 这种钱财 那么同时呢 又能够保证 清政府的 这个基本统治 他们认为这样做 更有利于 他们的在华的长久利益 那么清政府在这问题上 他考虑问题的一个基点 就是我们讲 不是像史学界 传统所讲的那样 是要最尽大限度的 尽最大限度的 去满足 帝国主义列强的 这种掠夺 那么他们是希望什么呢 是以中华的 较小的财力 去满足列强的这种需要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 你比如说 一个人 身上带着很多钱 你们在路上碰到几个强盗 是吧 这几个强盗 要这个人必须把钱拿出来 那么这个人 这个时候他感觉到 是吧 如果不拿出钱来 那么列强可能要伤害他的生命 那么但是他在从列强 在从这个几个强盗 是吧 那么在对话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 这个列强 只想屠材 而不想害命 是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人 他首先想到的 怎么样在保证自己 这个生命安全的情况之下 是少给这个强盗一些钱 他不会主动的 把自己所有的钱 都拿出来给这些强盗 是吧 他会提出很多理由 是吧 为自己保留一些钱财 那么清政府 在这个上狱当中 提出来的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那么就跟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它是有相同之处的 那么直立总督袁世凯 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呢 何一将成 赔款甚至 此后 愈贫愈弱 势难自立 就是现在一何了 中国对外赔款很多 中国呢 就会越来越贫穷 越来越软弱 中国是很难自立的 接着他讲 他说何未定 弱可忧 何计定 贫可忧 那么原始凯讲的 就是这个时候 清政府这些官员 对于中国大量赔款 给中国造成这种危害的 这么一种认识 是他们当时这种心态的 一种反应 那么综上所述 就通过以上 我们所讲的这三点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么清政府上誉当中 这个量中华之物力 就他的本意 就他的主观意图而言 并不是像史学界 这些传统说法 所说的那样 是要尽最大的可能 是吧 最大限度的 去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是什么呢 他们是希望 能够在不败核局 确保他的政治统治的 这么一个前提之下 是吧 以最小的代价 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 去结与国之欢心 那么这是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的 他的原来的 最初的一个本意 那么当然 如果就清政府的总体对外态度 就清政府 这个外交的 这个本质 或者客观结果而言 那么清政府 确实是为了 结与国之欢心 而出卖了大量的 国家的力权 因为我们都知道 辛丑条约的内容之磕毒 是吧 那么对于中国社会影响之深远 可以说那是空前绝后的 那么清政府 确实是出卖了很多 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那么最后呢 我要重申一点 或者我要说明一点 就是我在前面所讲到的 对于清政府上誉当中 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那么这个理解 我的新的理解 那么并不影响 那么更不从根本上 否定清政府 在异国端运动以后 已经堕落为 杨正的朝廷 是吧 已经成为了帝国主义 统治中国人民的一个工具 并不从根本上 否定这一点 不否定这种传统的结论 那么这是我关于这个 对于这个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这句话的一个新的理解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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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